今次東非職業教育高級管理人員 卓越領導力培訓包括專題培訓 案例分享、專題研討、校企調研等 有代表說中國的先進數字化技術 和校企合作模式都是今次學習的重點 因為我們看到在中國很多的學校 跟行業以及企業都保持了非常好的關係 這樣的話畢業生還有在校的學生 就可以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之下 學到一些實踐的東西 培訓結束之後 廣州市技師學院將會為東非高校聯盟單位 提供職業教育的管理發展 和校企合作管理等中層管理人員管理課程 好的一些做法我們也可以吸收 所以這個的話既是我們是一個 我們中國智慧、中國方案、中國指教的一種輸出 也是我們自己開放辦學的一種理念 致力全球發展、全球扶貧 這個項目有施行將近3億美元的投入 這3億美元分散到一共16個東非的職業教育示範校 支持政府代表、學校代表來這邊參加學習 今年正逢共建一帶一路槍二十周年 廣州市人社局表示 廣州技工院校將會積極主動 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職業院校 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、信息和資源共享 技能培訓、人民交流、高技能人才培養等方面 加強合作